高沟黎 公元607年 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 率团来到中国 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 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 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 推古女皇和日本国 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 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 日出处天子 至书日末处天子 无恙 中国皇帝越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皇帝看来 世界只有一个中心 那就是大中华 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 那就是他自己 天无二日 人无二君 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 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 视我中华为日国西山 万幸的是 中国皇帝并不知道 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 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 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 当然 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 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罪而倒疑 岂是边长莫及 已经看过的国书 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时 便只好吩咐红卢寺官员 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 不懂礼貌的蛮夷 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 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3月18日 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 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 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图等国使节 站在一起 4月 隋阳帝又派出13人的使团 去到朝鲜半岛南部 初使日本 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阳帝当时是怎么想的 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 但更有可能的是 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计新罗等国 都变成统战对象 以远交进攻的策略 对付高沟黎 高沟黎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 早在十年前 也就是开皇18年的6月 隋文帝就曾任命皇武子汉王杨琼为统帅 帅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 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沟黎的战断 结果 劳师远征的隋军 得不偿失 损失惨重 活着回来的人 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 因祸得福 争讨高沟黎的失败 被归咎于隋军的宰相高炯 尽管高炯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 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 高炯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 发生了重大转变 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 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 杨广即位以后 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 调整为对外扩张 征服世界的新路线 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一致 讨伐高沟黎 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 结果 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 反隋的斗争 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 隋扬帝 其实是栽在高沟黎上的 奇怪的是 即位后时时处处 以隋为见的唐太宗 在高沟黎问题上 却与隋扬帝高度一致 一样的御驾亲征 一样的不听劝阻 一样的接连失败 唯一的区别是 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 他说 如果魏征还在 一定会拦住真的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说完这话 又继续东征了 高宗李治继位以后 也是如此 直到总章元年 攻破平壤 彻底灭亡高沟黎 才算了事 也就是说 两朝四代中华皇帝 都视高沟黎为心腹之患 必欲灭之而后快 岂不怪在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 什么是高沟黎 随唐时期的高沟黎 跟五代时期由王健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黎 并不是一回事 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黎 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 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 高黎王朝才建国 那才算是高黎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沟黎为好 高沟黎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 西汉末年建国时 定督于今天的吉林省吉安市 行政区划归属于玄兔郡 民族分类属于魏默系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 自强不息的高沟黎人不断发展壮大 并在北魏拓跋涛和南朝刘义龙的时代 迁都平壤 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 另外两国是百计和新罗 百计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 韩人最早分为三支 马韩 陈韩 辩韩 号称三韩 之后马韩建立了百计 陈韩建立了新罗 辩韩建立了金关 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 高沟黎南下之后 新罗也兼并了金关 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沟黎 百计和新罗 百计在西南 新罗在东南 高沟黎在北 三国当中 高沟黎受中华影响最大 文明程度最高 综合国力最强 处境也最微妙 东边的南朝和北朝 南边的新罗和百计 西边的日本 北边的墨河 市围 契丹和突厥 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 当然 高沟黎自己也不省油 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 也寄予已久 因此 中国南北对峙之时 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 大体上说 是高沟黎联合新罗 百计勾结日本 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 征乏不已 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 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沟黎 新罗 百计和日本 都争相与中华 建立各种关系 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 也都不但来者不拒 而且尽量阻止对方 与他方往来 高沟黎与新罗 百计日本也一样 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 能够具有排他性 两朝三国一窝 构成东亚波轨云厥的画面 公平地说 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 和正义与否 无论南朝北朝 还是半岛三国 都是受利益的驱动 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 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 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臣 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沟黎 作为好不容易 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清醒地意识到 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 绝不会是一件 值得庆幸的事情 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 或百计联手 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 干他一票的时代 过去了 父辈受敌的高沟黎 必须找到同盟军 救王图村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六月 隋阳帝随姓塞北 高沟黎的使者也到了那里 启明克汗不敢隐瞒 向皇帝如实汇报 隋阳帝立即警觉起来 高沟黎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 在裹挟弹和墨盒之中 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 达摩克里斯之剑 这颗定时炸弹 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隋阳帝 为什么突然对 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 转变了态度 事实上 小野妹子递交国书 正在这一年 隋阳帝前史回访 则在第二年四月 而且也就在得知 高沟黎的动向后 隋阳帝杀了高拥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沟黎 则铁定地成为 中华帝国的眼中钉 公元668年 也就是新罗 依靠大唐兼并百计的 八年之后 高沟黎也被大唐 联合新罗而灭亡 这时唐高宗 已经因病休假 不问政事 指挡朝政的 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 他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计和高沟黎灭亡之日 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 他们的历史功绩 要知道 佛教就是先由前秦 传入高沟黎 又从高沟黎传到新罗的 百计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 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 后来又借此创造了 平假名和片假名 就因为百计博士王仁把论语和签字文 带到了日本 毫无疑问 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可以说 没有百计和高沟黎 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 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沟黎和百计 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城四年 四月五日 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 在海州靠岸 谁都没有想到 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 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 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 返回大唐 非法拘留 这位僧人 就是袁仁法师 袁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 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视为辞诀大师 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观耳 但当时的他 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 一起入堂的请义僧 请义僧跟学问僧一样 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 不同的是 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 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 请义僧却只能随团而来 随团而去 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 请义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 袁仁的老师最成 当年就是请义僧 同样功德圆满 最成回国时 从临海龙兴寺 带去法华经等章书 128部 共345卷 还协回王羲之等名家 卑帖踏本17种 因此得以正式创立 日本佛教天台宗 可惜 最成未能像同传入堂的 真言宗创始人 空海法师那样 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 以至于成为 日本天台宗的 一块心病 袁仁赴唐 便希望能够弥补 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 袁仁抵达扬州以后 就被当局限制在 开元寺学习梵文 不得离开地界一步 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 天台宗圣地 天台山参拜 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 更不用说 前往长安深造了 袁仁此行的目的 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 他只好把自己 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 事实上 袁仁下船以后 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 并被官府押回船上 但是袁仁 没有放弃努力 六月七日 他搭乘的浅塘使船 停靠赤山浦 进山东闻灯 清宁乡赤山村 袁仁便在第二天 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 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 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 更是如此 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 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 其中成绩卓裔者如崔志远 十八岁就中了进士 其著作《贵院彼庚集》 甚至流传至今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 负责物流的商船 往返于山东半岛 江苏沿海 与朝鲜半岛 日本列岛之间 成幸而来 满载而归 这些商船运送货物 也搭载旅客 猿人搭乘的 就是日本潜唐使雇用的新罗船 一共九艘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 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 桥居下来 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 叫新罗方 猿人第二次登陆的赤山谱 就是新罗人的聚落 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 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 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 张宝高 张宝高 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 而发家致富的张宝高 同时具有政治头脑 和军事才能 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 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 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 猿人进了他的寺院 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 上海滩的租界 而且被黄金戎 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 尽管我们并不知道 他是否拜过码头 可以肯定的是 八个月后 猿人领取了地方政府 颁发的通行证 由偷渡客 变成了合法旅行者 为他转变身份 而上下疏通的 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 一员小吏 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 协调关系的联络官 叫勾当新罗压压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 就这样由新罗人 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做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猿人 如愿以偿地朝拜了武台山 然后又进入长安 学习了将近五年 他的这段经历 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 入唐求法寻礼记 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 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 和马可波罗的东方建文录 相提并论 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 还是玄奘和猿人 没错 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 本来是提交了申请的 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 人走以后 当局也是拦截了的 只不过没拦住 没拦住 当然是有人帮忙 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 据说 玄奘咒服夜行来到瓜州时 瓜州刺使独孤达 还高兴地设宴款待 只有周历李昌 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 我这里有一份 从梁州快递来的文件 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 说的 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 只要法师诗言相告 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 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 然后说 法师快走 玄奘 这才得以继续西行 尽管依然千难万险 但是到达伊吾 就转危为安 因为高昌王 已经派人在此恭候 他们的动人故事 本书第四章已经讲过 那是可以催人泪下 并证明宗教力量 只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 一路绿灯 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 高昌王则为玄奘 办理了通关文书 并随文附上了后礼 三藏法师 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 只不过是高昌国的 玄奘与猿人 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 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 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 相反 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 基本国策 而且在阳帝时代 就已经确定 事实上 正是由于受到隋阳帝的鼓励 才有了日本大使 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 这一次 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 各四名 用汉字书写的国书 开场白则是 东天皇 敬白西皇帝 据说 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 向中国制书 对此 中国史书不至一辞 后来两国的交往 好像也没有了下文 然而日本人的热情 却是有增无减 贞观四年八月 也就是唐太宗 被尊为天克汗四五个月后 日本派出了第一批浅唐使 并且在长安 住了整整两年 此后的浅唐使 便络绎不绝 终有唐一代 一共十九次 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 太和八年 六百五十一人 次为唐玄宗 开元二十年 和开元四年 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 和五百五十七人 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 但也有人中途遇难 或客死他乡 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 这么多日本人 不畏尖险 奔赴大唐 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 浅唐使团人数众多 就因为随团的 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 他们有的学成回国 为日本文明 做出贡献 比如创造了 片甲名的 吉倍真倍 有的留在中国 为中日友好 牵线搭桥 比如担任过 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 阿贝众马旅 更有高僧回国 开宗立派 比如前面说过的 空海和醉成 在这里 宗教显示了 极大的存在感 尤其是佛教 更为日本人所热衷 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 他们此行 就因为听闻 中华菩萨天子 众兴佛法 才正中其事地 前来学习 其实 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 有旗旨佛家 至少还有仙教 景教和摩尼教 甚至还有伊斯兰教 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 都建有寺庙 并招募信徒 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 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 或享受同级别官员待遇 显然 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发 隋唐的世界性文明 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 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 却在长安 国际化都市 唐代长安 是世界的首都 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 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 然而长安 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 以公共广场为中心 放射状的铺开道路 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 是方方正正的 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 宇文凯规划设计 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 扩充的城市 典型地表现着 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 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 长安城北面的正中 是属于皇家的宫城 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公 太子的东宫 宫女的夜亭宫 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室省 宫城之南是皇城 有太庙和社稷坛 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雅属 例如中书省 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 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 面积差不太多 东西两侧对齐都是规整的长方形 皇城北面没有墙 两城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 街北是宫城的南门 成天门 每逢重大节日 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 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囚 也在此处 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从宫城的南门 成天门出发 中经皇城南门 朱雀门 再到长安南门 明德门 是一条笔直的大道 叫朱雀大街 也叫做天街 天街宽150米 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 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 以此为中轴县 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 东边万年县 西边长安县 都属于京兆府 天街两边 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 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 纵横交错 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 分割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 除东市和西市外 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 东边五十四个 西边五十五个 叫做方 方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强 他们都有围墙和方门 大方四个 小方两个 由方正负责 清晨开门 傍晚关闭 各方之间的南北距离 均在四十米左右 方内则有街道和小巷 通往各家住户 规模如此之大的方 居然兴罗齐步于长安城 是很让人惊讶的 但考虑到 当时全城总面积 大到八十四平方公里 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 这可真是百千加四围棋局 十二皆如 种菜棋 洛阳城的格局 大同小异 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 只不过宫城和皇城 偏于西北一角 街道和方 也不如长安多 两相比较 长安 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 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 看得更为明显 皇帝 坐北朝南 通过中央政府 均临天下 市农 工商等子民 则众星捧月般 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 犹如天上的星星 参北斗 统一的规划和布局 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 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 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 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 甚至也体现着 混血王朝的风格 那棋盘般的格局 让人想起西周的景田制 一个个自成系统的方 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 我们不能肯定 宇文凯是不是这样想的 但如果当真 那可就是将景田和部落 城市化了 无疑 这需要才华横溢 也需要气度恢弘 才华属于宇文凯 气度则属于李世民 他在政权上代稳固的 贞观初年 就让投降的突厥人 入住长安进万户 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 就能够做出的决定 以后的皇帝 财大气粗 就更不在乎 据统计 圣唐时期 红卢寺的国兵馆里 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 和民族的使节和代表 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 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 所有的开销都由 红卢寺大包大揽 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 唐帝国吃不消了 于是宰相李弼 下令停止供应 使节们则一壮告到了政府 敢作敢为的李弼 却不吃那一套 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 训斥说 天底下 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 要么取道回河 或者海陆回国 想留下来 就得为大唐效劳 干活领俸怒 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 李弼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 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 红卢寺则 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 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 大体上说 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 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 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 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 就是买于西市 久而久之 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 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 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 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史杰和代表被收编 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 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 又不便催要 其实史杰和代表们赦账 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 红炉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 大唐拖欠外宾 外宾就拖欠店铺 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 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 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 圣唐时的长安 可是风花雪月 一片繁华 有个故事说 唐玄宗天宝九宰 一个名叫正六的人 在逛街时 邂逅一位绝色美女 两人一见钟情 坠入爱河 共度凉宵 直到第二天早晨 他在方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 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 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 有狐狸精的 有奇致长安 其他许多诚意 也是国际化的都市 比如洛阳 比如扬州 还有河西走廊的 梁州 武威 丹州 张叶 宿州 九泉 沙州 敦煌 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 佛法是伴随着陀陵 用印度语 波斯语 宿特语 突厥语和吐蕃语 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 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 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 到唐代 更是胡商云集 仅建真法师所建 就有波斯 印度 斯里兰卡 和南海 东南亚各国商船 萨珊王朝灭亡后 阿拉伯人就更多 不过 阿拉伯船只 仍然被叫做波斯伯 印度洋通用的 也是波斯语 正如陆路通用 速特语 各国的船只 平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 则是尊重 保护和优惠政策 胡商们单独居住在 藩方之中 通过藩方的负责人 来接受官府管理 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 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 于是就连建筑风格 也都是阿拉伯的 南国风光 再加异国情调 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 得到了充分体现 客居广州的侨民 则把大唐 看作了自己的国家 因此当皇朝的军队打进来时 他们很自然地 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 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 包括穆斯林 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 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 靠着京航大运河 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 最鲜明的标志 是诗人 美女和波斯克 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 流域中华 却无不腰缠万贯 以至于冒牌货 被叫做穷波斯 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 是啊 囊中羞涩 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 商部之夜 注定止醉金迷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 正当第一的徐宁和张护也静相开平 张护诗云 十里长街 市井边 月明桥上 看神仙 徐宁则说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 是扬州 这一回 张护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采多姿的 还有盛产赎锦的益州 成都 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 南昌 等等等等 这些城市 当然也都风采各异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满街都是湖人 那么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 银行家或者高利贷者 外交官 书生 探险家 和传教士呢 该不会只是丝绸 茶叶 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 阿贝众马吕 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朝衡的阿贝众马吕 是在开元四年 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 当时他十九岁 同行的则有集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方 均为一时之选 进入国子建学习的阿贝众马吕 也不负厚望 以优异成绩 一举考中进士 现在 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 先后是 日本人阿贝众马吕 新罗人崔志远 阿拉伯人李燕生 这里面的信息 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 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 因为其他科目 比如明法和明算 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 进士科的设置 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 做人才储备 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 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 则要求更高 那么 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 杂文 实物册 贴经 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 做填空题 杂文 是写诗和篇文 实物册 则是论述实证对策 第一项 靠基础知识 第二项 是才艺展示 第三项 相当于学位论文 如此全面考核 难怪考仲不易 对于外国人 就更难 阿贝仲马吕 却一举成功 此后他留在了长安 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 遗住就是几十年 天保十二载 思乡心切的仲马吕 被玄宗皇帝任命为 大唐初始日本的使节 与久别重逢的故人 浅堂赴使 集备真备 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 朝野上下依依不舍 民众一时的王伟等人 纷纷作诗送别 阿贝仲马吕 则写下了著名的 贤命还国作 送给中国朋友 平生易宝剑 留赠结交人 这说明什么呢 阿贝仲马吕 已经融入大唐 大唐境内 像仲马吕这样的外国人 不在少数 融入的原因 也五花八门 比如萨山王朝 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 流亡的波斯王族 复国不得 就只好磕死长安 但更多的是 来了就不想走 比如赖在 红卢寺国宾馆的 那些使节 问题是 并非所有外国人 都被唐帝国包养 吸引其他人的 又是什么呢 财富 机会 制度 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 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 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 这其实 要感谢隋阳帝 由于大运河的开通 路上和海上 两条丝绸之路 基本贯通起来 商旅从广州港登陆 取到梅岭 进入洪州 再向东进入钱塘江 就可以一帆风顺的 从杭州而扬州 而洛阳 直至思路的 东方起点 长安 作为世界首都 长安是国际贸易的 大市场 在此 帝国政府设有市局 和市准局 负责工商管理 和标准计量 也负责平易物价 薄利多销的政策 刺激了消费 稳定低廉的物价 更让远道而来的 湖商 有利可图 于是 以速特 波斯 和阿拉伯人为主的 外来资本集团 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湖人的商团 非常专业 甚至操纵和垄断着 部分行当 有一次 某寺在做完道场后 得到一件 施主奉献的宝物 长约数寸 行如朽丁 四僧不识货 拿到西室 请胡商鉴定 胡商只看了一眼 马上就说 哪里来的 开个价吧 四僧决定 狮子大开口 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 直到四僧 将价码 加到五十万 胡商这才 不紧不慢地说 告诉你吧 这个 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 四僧才知道 那是佛谷 此事的真伪 不得而知 胡商的长袖善武 却毋庸置疑 在他们眼里 对外开放的大唐 简直就是天堂 没错 长安是聚宝盆 扬州是硝金窟 他们当然乐不思数 但这样看问题 也就是伤人而已 更多人看中的 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安世之乱前 作为世界帝国 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 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作为混血王朝 他们有部分种族的 对所有人才 都敞开大门 于是 大臣有天竺人 嘉业绩 名将有高沟黎人 高先知 外交官有波斯人 李密义 堪称各色人等 集集一堂 隋堂创立的制度 也是一块磁石 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 是最先进的 于是这些制度 被移植到了日本 就连长安城的模样 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 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 而唐人的生活 充满了趣味和诗意 并崇尚知识 智慧和才情 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 风流倜傥 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 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 诗人高氏 王昌龄和王之焕 在酒楼小隐 邂逅皇家乐团的 几位歌女 当时正值寒冬 天上微微飘着雪花 三位诗人 回避到外间 雍儒听歌 同时约定 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 来认定自己 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 不是王昌龄的 便是高氏的 王之焕开始沉不住气了 他指着歌女中 最出色的一位说 回头他如果不唱我的诗 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 也终于发声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 万刃山 枪笛何须 怨阳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这一曲 直唱的回肠荡气 响恶行云 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 就此相识 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此事的真伪 同样无从机考 体现出的氛围 却很可靠 事实上 由于皇家酷爱此道 科举推波助澜 诗在唐代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和交往方式 一种潮流和时尚 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 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 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 如鱼得水了 要知道 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 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 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 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 还人才辈出 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 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 作者和读者群 阿贝众马吕 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 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 每次遣唐使来华 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 带回日本 吟诗作父 也成为日本皇室 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 与唐宪宗和唐牧宗同使的 平安朝查额天皇 甚至写出了 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 寒江春晓 片云晴 两岸花飞 夜更明 芦鱼快 纯菜羹 参霸酣歌 带月行 何况 还有雕塑 绘画 书法 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隶属的领域 或许只有两点 需要强调 第一是 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 书法 在日本和新罗 也十分热门 日本的查额天皇 空海法师 和新罗的崔志远 都有名作传世 第二是 流传到日本和天竹的唐代乐舞 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 西域乐舞在长安 早已压倒中华乐舞 胡旋舞和浙之舞 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 鼓吹残拍 腰身软 汗透罗衣 雨点花 西域乐舞 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 就有传播力 有传播力 就有生命力 大唐 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 交流传播的平台 满足的需求 是双向的 受益 也是双向的 外遇文化 让唐人大开眼界 内心丰富 唐制度和唐文化 则启迪着 其他民族的心智 于是 大唐 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 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 商人 僧侣和留学生 从这里起飞 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传播到东亚 中亚 西亚 南亚 西欧 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 就这样 横空出世 命运 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 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 贞观十四年 至安西都护府 与交合 总章元年 至安东都护府 与平壤 次年 改汉海都护府 为安北都护府 条路元年 至安南都护府 与宋平 东西南北 都有都护府 辖境 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 南边到了越南 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 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 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 吉尔吉斯斯坦全部 塔吉克斯坦东部 阿富汗大部 伊朗东北部 土库曼斯坦东半部 乌兹别克斯坦大部 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 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 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 从建立安息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 则只用了三十九年 这就充分说明 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 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 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 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 恐怕非必寻常 其间奥秘 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 有三个原因 首先 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 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 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 杨隋和礼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 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 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 攻击 侵略 开拓进取 反倒是他们的天性 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 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 亚树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 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 东汉主要向南 实际上 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 由于需要定居 所以建立国家 由于需要兴修水利 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 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 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 疆域就成了问题 人口增加以后 土地又成了问题 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 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 导致战争 因此 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 农业军事帝国 开疆辟土 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 势在必行 这一点 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 不同的是 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 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 一个要动产 一个要不动产 道不同 树也相溢 所以 游牧军事帝国 只占领不治理 只屯兵不肯荒 往往是打下一片 又丢掉另一片 是啊 天底下只有吃草的 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 却是屯垦树边 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 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 在他们看来 扩张就像开荒 也应视为开荒 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 是没有意义的 也因此 如果前方不宜人居 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 农业帝国的扩张 是理性的和有度的 他们的边界 就在安全线内 是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 游牧帝国的扩张 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 他们的边界 是自己的能力 或者说 他们总要打到 打不动为止 也因此 他们的历史 就像旋风或台风 迅速兴起 迅速消亡 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 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 并不奇怪 没有这个野心 反倒不太正常 别忘了 就连小小的高沟梨 也知道把自己 变成军事王国 趁中原内乱之机 南下扩张 何况 统一强大 如汉堂 所谓 犯强汉者 虽远避诸云云 是借口 也是实情 只不过 汉和堂 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 而且能说到做到 高沟梨就不行 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的优劣 请问 文化有优劣吗 一般的说 就性质和品质而言 文化无优劣 文化就是文化 作为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方式 任何文化 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 也不具备可比性 因此 我们不能说 某种文化是优质的 另一种或另一些 是劣质的 但 品质无优劣 形式却有 态式也有 换句话说 世界上没有优质文化 或劣质文化 却有优势文化 也有劣势文化 优势肯定优质 也肯定强势 劣势虽未必劣质 却肯定弱势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成为世界性文明的 是隋唐 而非其他 根本原因 就在这里 不过 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在于 优势 不是永远的 具有优越性 也不等于 一定具有世界性 三十年 河东 三十年 河西 中华文化 怎样才能 长期保持优势 处于弱势的 其他文化 又将何以自处 东亚各国 各民族 都面临选择 突厥 回河和土拨 选择了坚守 他们虽然也懂汉语 是汉字 使用的公共语言 却独立自主 尽管突厥文 源自速特 回河文 源自突厥 吐蕃文 则以印度文字 为母体 但是总归 是他们自己的 同样重要的是 佛教和道教 始终未能进入 突厥社会 回河 干脆选择了 摩尼教 吐蕃则在同时 引进印度 和汉传佛教后 创立了自己的 宗教系统 并延续至今 这不难理解 的确 面对大唐的强势 缺乏身后积累的他们 不能够充满警觉 并坚守阵地 以免被高度发达 又极具传播力的 汉文名吞没 然而有趣的是 同样弱势的 日本和新罗 却选择了 全盘汉化的文化战略 不惜在日文和韩文 创造之前 大量直接使用汉字 唯恐不能与中华文明 有着共通的文化标志 他们也争相引进 汉传佛教 与突厥 回合和吐蕃 正好相反 选择 决定命运 总想与随唐保持距离的 突厥和回合 在历史舞台上 功成身退 与中华若即若离的吐蕃 以特色鲜明的姿态 融入了民族大家庭 全盘汉化的日本和新罗 则最终走上了 独立发展的道路 漠然回首 真让人感慨万千 大唐同样面临选择 没错 公元七世纪的大唐 有着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 两千年前开创的古老文明 在经历了四百年的磨难后 又被五湖和险碑 注入新鲜血液 从而兼具了农业民族的沉稳 和游牧民族的血性 比当年的两汉 更加优质和强势 这时 他们就算关起门来孤方自赏 冲出国境耀武扬威 或者居高临下的目空一切 恐怕也没有太多人 好意思批评 大唐却选择了开放和包容 开放是对外而言的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包容是对内而言的 任何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 国民则完全可以各取所需 没有限制 没有区别 没有条条框框 没有清规戒律 只有博大胸怀 这是自信的表现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 一个王朝和国家 越是政权不稳 统治动摇 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 对外顽固排斥 相反 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 稳如泰山 自己的文化 好如沧海 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 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的 照单全收 不能不钦佩唐人 他们有优势 也有优越性 却没有优越感 反倒对外来文化 表现出好奇心 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平常心 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仗势欺人 因为他们相信 任何文化都不能颠覆 我们的传统 只能成为自己的养分 他们也相信 文明不是私有财产 它属于天下人 这才真叫 大国风度 现在 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农业帝国原本就有扩张性 隋唐又是混血王朝 更奸邪中华文化之优势 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 面对现实 这就是他们创造出 世界性文明的三大原因 与拜占庭 阿拉伯定为三大帝国 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 三大帝国 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